链准会未来要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 所以就不断的卖亚股 卖台股 卖日股 韩股 港股 美吉拉股 统统转去美人部位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最近我的股市大怒神 昨天跌180点 今天一口气又把昨天跌的统统长回来 盘中最高甚至涨到203点 所以涨的比昨天跌的还多啊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19分 上涨189点左右 所以昨天看起来就虚惊一场 而且其实昨天我就跟大家提到说 包含道琼破底 雅股的部分 日本 日本 韩国跟港股 都呈现破底的走势 唯一只有台股 昨天跌点16203嘛 上星期的跌点是16202 所以我们差一点没有破 但其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日本是干破半年线 韩国是干破年线 而且都是跳空就下去哦 所以昨天虽然说我们是 一样是跌180点 但是我们只是跌1% 人家是跌2% 不只跌的比较少 而且那个记录线上 它是撑住不跌的 所以我就说台股在雅股里面 算相对强势的市场 那强势的理由 那我就说大概是两个 一个是台币的贬值的幅度 没有日本韩国近期贬值幅度 那么大的是一个因素 尤其是日本贬的幅度 蛮大的 所以现在换日元 这个相当划算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些 AI的这些大股票 9月确实有拉回 但9月底开始做反弹之后 沉在那边 这几天大盘震荡的过程 闻风不动 打也打不下去 如果说未来AI是 10年内的最大主流 明年梦最大成长的那种 动能最强最强的 最大的产业 那台股收回最大 因为超过8成以上供应链 其实都在台湾 所以社会汇率相对 相对强 当然台币也是一直扁 相对强 跟AI的主流撑在这一边 台股相对来说跌的就少 今天一举反弹 就把昨天跌的都收不回来了 当然你说要V转并不容易 那明天星期五再来放四铁 所以明天我认为量也不会大 以今天来说成交量 预估2300多亿 所以明天搞不好也差不多 甚至更少 差不多就这种水准 所以在这种量放不出来的情况之下 你说要大涨不容易 但下礼拜三放完价之后 因为放四天嘛 大家好好去度假 我个人对于台股的后面 下礼拜的走势 我是越看越乐观 因为从几个面下 雅股 美股 台股 最近的走跌 其实主要的凶手 还是来自于资金面的部分 就是因为联准会他很坚持说 未来要维持高利率 更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预期说 美国跟亚洲相关货币的那个 利率上的利差 他会持续维持比较大的 的这个幅度的时间会更长 造就了国际的资金的一个流动 所以就不断的卖 雅股 卖台股 卖日股 韩股 港股 买其他股 从中转去美元部位 我先把利差先赚起来 但是昨天这个状况有点 就是反转的讯号 比如说台币的部分 今天总算止扁回升 大概升值7分吧 昨天最高是一度扁到32.432 结果好像是央行出所做一些干预 所以留了一个非常长的 基础线形的上线 那今天呢 反过来止扁回升 同时间美元指数也连涨了 大概两天吧 连涨两天 所以有个反转的现象 再从这一波的外资的一个走势 台股这一波可以说是被外资 压到喘不过气 外资的卖超是最主要的一个凶手 我统计 从6月21号之前 其实外资大部分都还是买 从6月21号开始 以后626之后 开始反手变成卖潮 所以我们统计就是从626到昨天 外资这一波总共卖了4,696亿 算是4,700亿 所以6月下旬之后 外资三个多月的时间 一度到了4,700亿左右这个筹码出来 所以指数就一直压在这边 而且前面一路卖的时候 指数还过高 17463然后再打下来 一直被压在这边 其实就是外资的卖潮 但好消息是 你从6月26号统计到昨天 是卖了4,700亿 但如果说你从今年的1月1号 统计到昨天 外资总共是卖了380亿左右 什么意思 就表示1月到6月买超了4,000多亿 然后从6月下旬到昨天 卖超了4,700亿 所以下半年才几个月 7月8月9月到10月才刚开始 三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上半年6个月的买超 几乎全部都干光 而且倒吐了300多亿 所以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 净卖超300多亿 简单讲就是说 外资已经把今年买的 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都没了 再卖要卖到前一年的库存 所以其实它已经卖到差不多了 手上快没有货可以卖了 美元连两天的转强 台币昨天拉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今天开始转回升值 看起来汇率的那一个转折点 那个味道好像快出现 所以如果说到下个礼拜放假完回来 美元指数没有再往上走 亚洲货币开始直扁就好 不要再扁 那外资昨天卖多少 外资昨天总共卖了259亿 这边后面要再加速再卖更多 除非比如说国际的一些局势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认为机率应该会开始变小 一旦卖到快没有获得外资 开始止卖甚至反手买进的话 那我认为台股大反攻的机会就要来了 因为美元已经回跌台股大反攻的机会就要来了 尤其是这两天你发现台股就已经比雅谷强了 利空不跌就是最大的利多 而这次让台股压的喘不过气的就是汇率的走势 只要不要再扁 那十月份放完四天年假回来 我认为这个行情相当可惜啊 相当可惜啊 所以我还是对于就是说第四季的 做梦行情最好赚的一季的行情 我是抱以非常乐观期待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布局一些 再来有非常好的题材的做梦股 当然AI股还是最大主流 以广来来说礼拜三249.5元 昨天大跌180点 昨天尾盘还翻红 今天呢就维持平盘附近 其实就要等待一个补量 今天大家就平盘 那因为要放假了 明天再一天要连放四天 假放的越长前面这样说的越明显 这很正常的现象 那这种大股票没有量 当然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应 所以就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 昨天大跌也很满 今天大涨也横盘 等待一个市场的放量 那林百里董事长上礼拜 才在一个AI论坛说 AI订单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疑虑 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他也说之前市场传说什么微软 什么砍什么NVIDIA的AI的GPU的订单 他说那个都不是真的 事实上他们所看到的是 AI的市场一直上来订单 一直进来做都做不完 那预估9月份营收 法人这边抓的数值是1200到1400 8月份是1000嘛 所以成长幅度会高达 2成到3成到4成 抓中间值或许有机会成长到3成 所以这个成长幅度大概 可能跟技嘉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就说整个AI的 制服器的一些相关龙头股 以9月份营收可能就 广达跟技嘉营收最强 昨天大摩也出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调生AI的五檔龙头股的评价 华硕 技嘉 广达 伪创为一全面都调高 其实这五家就是郑老师最看好的股票 所以我认为其实外资不是不买 只是目前受制于位率的走势 只要美元开始回跌 而且亚币只稳不要再扁 我认为外资的买盘很快就不进来 早买晚买 都是要打买 广达就是如此 而且投信9月份不但没有卖 还持续买进 过去这四五天的时间 还加码买了 加速买了7000张 所以我就说 连人家结账都不卖了 第四季更是最重要的做账的一季 广达一定会成为法人 第四季最重要的做账的 AI的指标龙头股 所以这个我认为也是一定要有的一个持股 记下 从921 261买进 当天涨到272 279 279.5元 283.5 每天都往上 284.5 292 到300块的这一波的最高 礼拜一 昨天295 礼拜一 礼拜二 295 昨天28 29 那今天又来到292 所以大盘震荡这两天 其实回檔 其实就没几块钱 非常有限 那目前也是平盘附近小小的涨 同样的道理 因为今天大盘没有量 所以这一些AI的 比较龙头的厂商 都比较需要量滚量 只要大盘的成果量回到3000亿 外资买盘一旦重新启动 这些股要涨上去 不要忘了当初六七月份 涨的时候跟小新股一样强势 10月中下旬过后 我认为很有机会 再起风雨 投信呢加速回补了 六天买了4000多张 这边是错的 六天 对了这个前天买1584张 连续六天买4000多张 那昨天稍微小买 小调节 因为大盘太差 9月份领收上看150到160亿 那月增幅度有机会 上看大概三成 水根广达 都有机会超过三成的月增幅度 最重要是AI占比8月 已经来到三成 9月份上看五成 这个占比应该是 所有AI的伺服器的 这些厂商占比最高的 股本最小占比最高 也就是说未来AI伺服器 在出货的过程 对于营收拉动的力道最强 EPS贡献也最大 那市场应该很 太过低估 它明年的获利 我认为明年获利是有机会 上看到25块钱 所以这股价怎么下来 372跌到252 现在才谈到300块钱不紧 10月份我认为 涨回到前面的高点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 都是10月份我认为 非常好的标的 清晨928 礼拜四223 234.5 230.5 234.5 到今天已经来到237.5 今天算盘中涨不多 但是又刷新 这一波段 从188反弹上来的 一个波段的新高点 可以说是每天都在涨 而且股价已经越来越接近 前面248 249的前面两个高点 看起来就像我说的三角收链到末端 股价在所有均线之上 只要补量 昨天已经补到一万两千张了 后面再补个一两万张的成交量 我认为随时都会过高 一来到 AI订单9月份开始拉货 第四季 是第一个完整拉货的第一个季度 拉货量会整个拉上去 昨天我最新听到的 另一个客户Amazon的部分 据了解也上修第四季的订单 也是AI伺服器的订单 所以两大美系客户 第四季都加码拉货 所以我预估 第四季的业绩大爆发 获利从2块钱上看 4块钱甚至最乐观 或许有达到5块钱 我们就抓4块就好了 从2块翻4块 翻倍的演出啊 所以股价要挑战这个高点 当然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 股价从188涨到快要248 238了 这也涨了快50块钱上来 听吧 昨天582的高点 今天再电高到597 不只抗跌 而且股价又慢慢回升上来 今天最高297 其实已经快回到600 离前面高点642 剩下的距离已经不到10% 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 要攻过新高 其实一天就可以达到 普通话很有机会啊 因为也是一样高档三角收链 股价慢慢突破 而且股价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除了前面高点的小麦压之外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卖压 没有任何的反压 6月份赚2.75 7月份3块半 8月份4块 19月份更高 第三季估计12块 第四季估计13块钱 明年上海50块钱 目前本益比只有10来倍 AI随便喊都是20倍 那你想它未来有多少空间 所以目前我们手上持股 零成本的持股续报 等到真的明确要攻击的信号出现的时候 我可能会考虑再让大家多买一点 所以想再操作银帮的 想抓那个最完美的那个买点 发动点的 可以来找郑老师啊 欢迎来找郑老师 再来第四季明年的做梦题材的 获利翻倍的IP股 827具有科 礼拜二涨3.1% 昨天最高涨5.4% 来到185块半 今天早上再涨5% 最高来到186块半 也是一样每天都在收红棒 一红二红三红四红五红六红 连续两天刷波段的新高的记录 这种都是叙事待发的走势 什么时候要喷不知道 但是就线上已经准备好 因为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延续五六天放量 那只差这个188的高点 站上去我认为就加速了 因为7奈米的新的案子 预计明年tap out 会在台积电进入量产的阶段 所以有一大笔的全力金 以及后续量产的营收的收入 明年会是超级大爆发的一年 今年估计5块钱 明年上开10块钱 所以这种获利倍增的股票 往往第四季就是最标的 所以这个现行上就是准备要标了 再来还有一档更低价的 30出头的最便宜的CPO的标股 将与同业结盟一起合作推出CPO的产品 抢攻台积电下一个新世代的先进封装的赏金 明年CPO我认为持续会是市场上最强的新题材之一 那9月份也要转回为盈 第四季估计可以赚6毛到7毛 明年大概三四块吧 三四块 但是股价只有30出头 也就是说股价将有翻倍的空间 所以这也是非常棒 年底非常棒的标股 所以第一美元已经没有那么强势 连续两天的押回台币也开始质贬回升 下个礼拜回来台股如果放量到超过3000亿 就是要一局反攻的大反攻的时间就要来临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AI股放量演出之外 明年的一些做梦题材股票都会开始大名大方 现在就是进场的最好时期 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把握荣耀888的专案 只要8.8的费用 那带你一路操作到封关 那今天只要留言888加零五点的话 我们额外再加一个月的会期 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 祝大家收到顺利 明年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推荐